大家好,有句俗话说的好,秋天吃藕,晒过吃肉 很多朋友把买回的莲藕不是炒着吃,就是凉满吃 试试这样做莲藕丸子 一口一个超解馋,金黄又酥脆,即使凉了也不应 出锅,大人小孩都爱吃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碗中加入30粒花椒 加入100克的开水,给它泡一下 接着,再准备一个大葱,铁刀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在冷暖的花椒水里面 用手给它抓一抓,抓出葱姜汁 抓好之后,放一旁备用 下面准备一个绞肉机,加入5块钱的前腿肉 把盖子盖上,插上电源 再给它打成肉末 肉馅打好之后,装在一个大碟的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一解莲藕 削过皮之后,先改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接着再给它切成莲藕丝 最后再给它剁成莲藕丁 剁的时候,我们尽量给它剁碎一点 这样吃起来口感才好 好了,莲藕剁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切适量的胡萝卜丁,既搭配颜色又营养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切适量的葱花 葱花切好之后,和胡萝卜丁放入一起备用 还有适量的姜末 接着把我们的花椒水分两次倒到肉馅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使花椒水充分吸收到肉馅里面 吸收完之后,再往里面加入一次大料水 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搅匀 加入大料水,既去腥又增香 在这里大家切记,千万不要加料酒 最后一只搅拌至肉馅看起来,粉嫩粉嫩的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我们切好的莲藕丁给它放进来 葱花,姜末,胡萝卜丁,全部都给它加进来 加入一勺食用盐,给它调味 一勺鸡精 一勺五香粉 少许的生抽 一点蚝油 加入70克的葡萄面粉 40克的玉米淀粉 5克的鸡汁粉增香 最后再打入两颗逊产的母鸡蛋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搅拌至像视频中这样 用个糊口能挤出丸子的形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勺子上面沾上一层热油 像这样一个丸子的生配就做好了 然后再给它放入五层热的油锅中 大小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定 想吃大的我们就挤大一点 想吃小的就挤小的 丢的时候不要给它丢挨着了 大家切记丸子丢进来之后 我们一定要给它开成中小火 慢慢的给它清炸 如果开大火的话 丸子放进去外面立马糊掉了 里面还不熟 就像这样 每放一个丸子 勺子上面给它蘸一层油 我们用这种方法挤出来的丸子 保证个个都是圆溜溜的 非常的漂亮 炸的时候一锅不需要炸太多 丸子放进来之后 一会儿勺子轻轻的给它推动一下 这样可以使它受热均匀 也可以防止粘连 开中小火慢慢的给它清炸 全程大约炸了5分钟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直炸着所有的莲藕丸子 漂浮起来 各个颜色金黄酥脆 听下这个声音 哗啦哗啦的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控油 金黄诱人非常的漂亮 好了 所有的莲藕丸子全部炸好之后 我们给它装入漏筐中 哇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非常的漂亮啊 酥脆酥脆的 好了 像这样一筐既好吃又营养的莲藕丸子 就制作完成了 单上之后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我们拿一个按大家看一下 丸子各个都是圆溜溜的 颜色金黄酥脆啊 非常的漂亮 听下这个声音 哇 真的是外酥里内啊 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 太香了 一股浓浓的莲藕的清香味 真的是太香了 忍不住了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不用我多说 大家听到声音就知道好吃不好吃了 外酥里内 莲藕脆爽 肉馅鲜嫩 真的是太香了 里面加了鸡蛋 肉馅 莲藕 胡萝卜 银耳搭配 也是非常的全面哦 一口一个 超级的过瘾 有解馋 每次莲藕丸子这样做 当然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在这里大家切记 我们炸莲藕丸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加面粉或者是淀粉 一定要面粉和淀粉一起加 大家只按照这个比例去做 保证你炸出来的丸子 个个都是金黄酥脆 莲藕这样做 颜值不仅高 而且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非常的这里了 大家若感觉我的视频 一定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动你发电的小手 帮我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